在总统跟行政院长对置入性行销提出修法的构想之后 学术界本来的游行抗议计划现在有可能出现转环 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坚持 连政策性的广告也不能做 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根本就不应该用人民的纳税钱来对人民洗脑 两天前全台湾41个传播相关科系 128位教授联署反对政府置入跟业配新闻伤害台湾民主 面对社会一泊泊反对政府置入性行销的声让 马政府终于有回应 不过学者跟民间团体担心口头承诺并不具约束力 我们当时让政府置入 但问题是说其实历届的政府不管是蓝的绿的 其实已经欺骗过大家太多次 所以我们当时还是希望在置入之外是能够落实到修法 政大新闻系主任林元慧说 新闻跟广告清楚区分只是最基本的原则 学者们要求必须在政府采购法或预算法等法令 立法限制政府置入宣传 不能只靠政府或者媒体自律 政府本来就是要依法行政 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个法律这个依旧比较有把握 政府也自律媒体也自律 全天下人都自律 这是回到孔子的时代了 孔子时代那个是道德世界 我们现在社会 现在国家不应该是全部都用自律了 台大新研所所长林立云说 除非完成立法 否则他无法相信政府有解决制度性行销的诚意 对于政策性的文宣 他也坚决反对 其他国家的立法都规范说 政治广告不可以用来 编列预算来作为宣传政绩 或者是在争议性的政策上 一直宣传官方的观点 这样子对不利于社会沟通跟辩论 原本预计在下个月将发起反制度行销的大游行 会不会因为马总统释出了善意 计划有所改变 这些表示 如果政府可以明确订出立法的时间表 或许可以考虑取消 记得陈淑君 许启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